二姑 二姑 二姑你慢点 二姑 王小琴 老跟着我干啥呀 我不说了吗 借我五百块钱 我不也跟你说了吗 我没有 没有不行啊 我得修车呀 你这车咋的了 怎么修啊 我这车呀 哎呀 别哭别哭 不说声 二姑是这么回事 这不吗 刚才呀 下了好大好大的雨 一会儿滑滑的下 一会儿喇喇的下 一会儿哗喇喇喇的下 再见 二姑二姑 我说我说 我昨天呢 不找了一个工作吗 雨下的特别大 事前又不好 拐弯的时候 撞上了一辆小汽车 妈呀 那汽车没事吧 鸡蛋碰石头 石头能有事吗 二姑 你咋不问问 我这个鸡蛋碎没碎啊 你这鸡蛋不在我这处着呢吗 我的意思是说 人家车上的人有没有事儿 车上没人 车在那停着的 哎呀那你哭鸡的干啥呀 二姑 我没送到 公司罚我五百块钱 还让我赔车 我浑身上下就三十三块钱 我头一天上班啊 一分钱没挣 搭出去五百 哎呀 别哭 那你给我五百块钱 谁 我浑身上下都没有灯 我哪来的五百块钱 那微信转账也行 我去年就把你删了 现在家长也不晚 你妈呀你瞧不瞧手 你没电了 那满鸽的满鸽的 虚电 虚电 小姨夫 哎 小姨夫 爷爷 咋了这是 哎呀我 别哭 别说了 我说吧 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小姨夫 这网小圈找了份工作送外外嘛 结果他用这个车 把人小汽车给撞了 人家汽车没事吧 没事啊 咋都问车呢 没人问我呢 你不在这呢吗 不是最主要的是他们那个领导要罚他五百块钱 小姨夫爷爷 我婚身上下呀 就三十三块钱 你能见我点吗 你看看人家 你看看人家 有儿气你就不错了 喂 对 刚才电话响了吗 没有吧 我震动 喂 对对 好 小姨夫 别说话 你妈在家吗 在家 哎哎 二公子别走 二公子别走 小姨夫 小姨夫你别走 你拉我干啥呀 你拉我不起来 你这个小姨夫 你赶紧帮我劝劝他 他老追过我屁股后边去管我借钱 老哭气的 行 我劝劝他 我劝人最厉害的 对对对 你听小姨夫劝劝他 小姨儿啊 没事啊 没事 走吧 完了 哎 完了 好了 美好 那你让我干啥呀 哎呀 我 别过 过去 哎呀 行行行 陪你落会吧 能落出五百块钱的不 一天到晚 钱钱钱 钱都当饭吃啊 钱 是吧 失去了 咱们再挣 对吧 钱 不能代表一切吧 嗯 我们老板 要像你这么想就好了 别说你们老板了 你多想一想一些美好的事情 对不对 除了钱 还有美好的事吗 从现在开始不许提钱 好不好 我不提了 我就33块钱 不提 33也别提 不提 说你呀 不行了 我呀 得给他放点音乐 咱们呀一边聊天 一边听音乐 好不好 这点好 啥33块33块 有啥意思 我的手带 有33块 你们不让提吧 你咋提的呀 我不是故意的 巧合嘛 巧合 没事 咱们再找一首啊 不许提钱了啊 都不提啊 不提不提 有了 我赚钱了赚钱了 谁的 你的你的 还提 还提 不听音乐了 行不行 对 不听了 不提了 哎呀 落点什么呢 哎 她是不是喜欢咱家小米粒 对呀 那我找点爱情歌曲不就完了吗 找去 对 哎 小圈 听点爱情歌曲 然后 你自然而然 就能说出 藏在内心当中很久的三个字 给点钱 用说那话 告诉你别说钱别说钱的 烦人表白表白懂不懂 来 好想认识你 从上辈子起 多好啊上辈子就认识你 每天晚上有我陪着你 每天晚上都陪着你 爱你在心里 我从未提起 含蓄 在此刻 我要告诉你 来了啊 表白了啊 没有钱你会爱我吗 简单的 哎呀 别哭了 别哭了 行了 我给你说件重大的事吧 啊 就在我来之前 刚刚 我们经理罚了我三千块钱 啊 你们看出来了吗 没有 我跟你们这儿谈笑风争 钱有啥用 钱丢了 咱们再去挣 对 对不对 如果发生在你身上 三千块钱 是不是又上吊了 我跟你说 你听我讲完道理 是吧 生活有时不易 但是他总是出其不易 你失去了钱 说不定从另外一个地方 又得到了 对不对 爷爷啊 你说的有点道理 我好好想想啊 想想 想想吧 真够三千呢 没有 我骗他的 你太厉害了 有一个爷爷 我想明白了 钱乃身外食物 没来再赚 太对了 我来电话了 太好了 翘儿啊 我希望 你想通了就好 哎 经理啊 是 对 我今天去办事 开着咱们公司的车 嗯 哎呀你不知道 那公司里面的车位都停满了 我就停在咱们公司门口了 什么 断了 屁股上撞了一个大坑 漆都掉了 哈哈哈 不是 我不是故意的 别打发我三千的 哈哈哈 不是 哎呀我说 小姨父爷爷 你们公司不罚了你三千吗 你不说没事吗 明明哪 哈哈哈 把我菜是不是 哎呀 你小姨 我刚才说罚三千 那是被为了劝你 是吧小姨父 现在梦想成真了 哈哈哈 真罚了 哎 小姨父爷爷 你别哭 咱们聊聊天 聊聊天啊 对对对 给点音乐 给点音乐 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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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点吗 小姨父爷爷 你听我说啊 生活呀 有时不易 保持良好的心态才最有益 钱乃身外之物 对不对 生带不来 走带不走得玩呀 哈哈哈 我现在生不不走 哈哈哈 你刚才就是这么劝我的呀 对呀 是 小钱啊 二妹啊 啊 你把那玩给我停了 哎 哈哈哈 我自从到了这个公司以后 前年罚了我八千 哈哈哈 去年罚了我五千 哈哈哈 这刚才又罚了我三千 哎 小姨父爷爷 你进步了呀 除年在递减呢 明年你顶多罚两千 好 我怎么能整死你 哎哎哎哎哎 小姨父 小姨父 你先别别激动也别上火 我想啊 你出事那个地方 他肯定会有摄像头啊 对不对 肯定能找着肇事者 对呀 二姑二姑二姑 你可拉倒吧 雨下那么大能看清楚吗 现在有的人你又不知道 撞了就跑 抓着都不承认 像我呢啊 撞了车敢不敢当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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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从头给我说一遍 你你在哪装的车呀 阳光路路口 小姨父 那不是你们公司楼下吗 车什么颜色 嘿嘿嘿嘿 韦号五六七八 破案了 嘿 往哪跑往哪跑 你就是肇事者 不是 哎哎哎哎哎 咱好好说行不行 咱这听见 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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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坐下 聊一聊 是公链呢 还是私链 好 好吧 你给我坐过去 别激动 公链私链是不是 对对对 要是公链的话 你陪着我到我们公司 你去交上那三千块钱 那私链呢 私链 我陪着你到我们公司 你去交上那三千块钱 那不一样嘛 你反正得交三千块钱 我上哪点三千块钱 你想 我那五百块钱 不得上哪点 你听的 小姨父爷爷 要不震得吧 我车里边啊 有套煎饼果子 你吃咱俩两顶行不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 把我欠注意点你的态度行不行 什么煎饼果子呀 我真没钱呢 我跟你说这事就怪你 你知道不 你说你挺大的小伙子 骑车毛毛笼笼的 就往上其中后皮又后皮又要躲 谁毛毛笼笼的了啊 我都老稳定了 雨下那么大 视线就不好 那路口啊 我都走八百来回了 那不让停车 今天可都好 停个车 还黑散的 那不没停吗 小姨父爷爷 那车是你停的不 我停的怎么了 你违章了 谁违章了 我这有证据 交警给你贴的罚单 我是从你车上撕下来的 我想回头联系车左右 刚才忙活忙活给忘了 小姨父爷爷 你违章了 你全责 你还得陪我这种车呢 爹 你让我看看 什么玩意儿 你看 哎 小姨父 你真你可过分了啊 我饿了 你给你饿了 你不能吃我呀 你饿了 不是 你让我看一下 我没看清 什么玩意儿我看看 哎 小姨父 你饿了 你饿了 你饿了那玩意儿吃完不小话 来吧 那不是故隙的 坐着唠唠唠吧 坐着唠唠唠 唠唠行唠唠吧 那边 这边是被告啊 对 你别挤动啊 说吧 我真 咋赔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是故意的 瞅你刚才的出 你看 我吧 本来公司要罚我三千 我在陪你车五百 交警还罚几百 你这加起来我四千块钱上哪找去 你来上哪这上哪这我不管 你帮我劝劝他 我接个电话 你俩这事闹的哎 喂 啊经理啊 挪什么车呀 交警都贴罚单了 回去我去处理吧 他 他门 他门 啊 啊 不要了 钱不要了 他不要了 不要了 钱不要了 快坐下 都坐下 我从头给你们说 快点打 知道吗 今天不是发大水吗 啊 大水 把我们公司 门口的井盖给冲跑了 啊 那个井就裸露在外 咕嘟咕嘟的 我 瞎么糊痴的把车停到井上了 現在 人家这个 环卫工人要去通井 让我挪车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因为我的车 在井上 多少人 没掉下去 我救了多少人的命 哎呦我的天啊 小姨子 那你这不是做了一件好事吗 我们经理说了 三千不罚我 还奖励给我三千呢 小钱 你那三千我不要了 你那五百货 我给你 哎呦 我到公司去领奖金 小姨爷爷 我的钱我也不要了 啊 为什么呀 你良心发现了 不是 你看是这回事不啊 你要不瞎么糊痴的 把那车停了井上上 我是不是调理了 小姨婆 他瞎么糊痴这件有可能啊 你瞎么糊痴的救了我一条命啊 哎呦小姨 快起来快起来 我玫瑰 哎呀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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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千儿啊 嗯 你能给小姨父爷爷说这番话 我很欣慰 所以说我要发表一下感想 生活 有时不易 但是总是出其不易 你们俩瞪着无知的大眼睛 瞅着我有什么意义 我去取钱了 我去取钱了 走反了 没拍上 二姑 我小姨父爷爷说的真对 生活有时不易 但总会出其不易 保持良好的心态才最有益 在 哎 千儿你干啥去 把车修好 工作去 加油 哎 哪有钱呢 我要把你微信夹回来给你 给给你转点钱呢 大